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硝烟鼓翼展开 身形如电芒般的升空 然而那道精血雷光却快得出奇 一眨眼就射进了硝烟的身体里 精血雷光入体 却没有带来丝毫的不适 硝烟眉头一皱 那沈云愿读的声音再度传来 你中了我风雷阁的血雷印记 不管你跑到哪儿 我风雷阁都能找着你 小杂种 我倒是看看你能往哪儿躲 哼 在下奉陪到底 听着沈云这话 硝烟一声冷笑 目光在寒家人等人的方向停留了一瞬间 然后他鼓翼一震 就直接化为光影 迅速窜出了天北城上空 一眨眼啊 就消失不见了 这硝烟消失后十来秒的时间 红天笑就闪略回来 他把手中的红利丢在地上 目光望着凄惨无比的沈云 即便以他的定力 也忍不住的清洗了一口凉气啊 天时台上 鸦雀无声 每个人的脸庞 无一例外的 都布满着一股震撼之色 谁能想得到 硝烟居然真的能够在两名斗宗强者手中顺利的逃脱 并且临走的时候 还生生的把沈云的纳戒给抢走了呢 众人面面相去 一道令了他们 深有同感的泥南声 悄悄地从人群中不知哪个角落 传了出来 这家伙 还是人吗 万里无云的蔚蓝天际上 一道流光突然追星赶月般地闪略而过 目光在远处扫了扫 旋即看了一眼后方 身形略缓 难难倒 我全力施展古意下 想必即便是那红天笑也略有不及 而那沈云又被我的地妖魁联手重伤 至少短时间内也会追来 如此倒不用太过惧怕 只要那个老家伙改一人追来 我就让他试试地妖魁的厉害 心中闪过这般念头 萧炎的身形再度变缓 转身望向遥遥的天北城方向 伴赏之后 却依旧未有身影出现 当下摇了摇头 哼 那老家伙倒是谨慎 在这暴怒之下 居然还能保持理智 既然现在不追来 那多半便是在等沈云的回复了 那个老家伙是封雷格的人 身上疗伤的丹药应该不会少 按他的伤势 恐怕要不了多久就会恢复的 为今之计 得必须先将那老家伙种在我体内的所谓血泪印记化解 不然的话 一旦封雷格强者赶来 我的处境可就不妙了 念头闪烁 硝烟迅速地打定了主意 目光在四周一扫 然后鼓翼一震 便化作一道流光对着不远处的一座山脉暴略而去 在山脉中找到了一个偏僻之所 然后强行开了一个山洞 再用巨石封住了洞口 带着月光时的柔和光芒在山洞里散发开来时 全身紧张的硝烟啊 这才轻吐了一口气 旋即放松了下来 实测呀 没想到封雷格对于三千雷动如此在意 按理说 三千雷动虽然玄妙 但也才是低阶的呀 这凤雷格没有理由会把这种等级的身法斗技当作别人不可燃止的重宝啊 今天 可是彻底把封雷格得罪了 不过 哼 我也不怕这中州这么大 还怕没地方去嘛 我就不信你封雷格能把势力遍布整个中州 消炎脸露沉吟之色 旋即手掌摊开 露出一枚银白色的纳戒 这纳戒上啊 还沾有些许的鲜血 正是刚才北地妖魁活生生从沈云手指上抢过来的 灵魂力量扩散而出 然而 刚刚接触到银白色的纳戒 后者就散发出一股抗拒之力 把消炎的灵魂力量弹泄而去 在里面下了灵魂印记嘛 感受着纳戒的抗拒 消炎却是冷笑一声 灵魂力量是消炎的长相 即便真实的等级和沈云差不了多少 但消炎的灵魂力量却是不比他弱多少的 要破解他所遗留下来的灵魂印记 倒也并非是不可能的 清晰了一口气 灵魂力量操控着银白色纳戒 缓缓漂浮在面前 消炎的眼睛猛的一睁 磅礴的灵魂之力 犹如潮水一般自眉心处抱涌而出 旋即化作无形的尖锥 狠狠地对着纳戒冲击而去 碰撞的瞬间 一股无形的波动 陡然自纳戒处抱涌而出 最后狠狠地撞在山壁之上 顿时山洞颤抖 裂开了一道拳头大小的裂缝 消炎并没有理会山洞的变化 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颤抖中的纳戒 灵魂力量源源不断地涌入 最后一波接一波地 对着纳戒中的那灵魂印记冲击而去 斗宗强者所留下的灵魂印记 的确是极为强横的 但不管怎么样 也只是一个灵魂印记而已 若是他的主人在近处 倒还能遥遥操控 不过此刻的沈云 却正是在加紧疗伤之中 哪有功夫来理会这印记的变化呢 源源不断的灵魂冲击 在持续了将近几分钟之后 一道细微的咔嚓的声响 终于是在山洞中悄然地响了起来 听着这道声音 消炎眼中瞬间涌上一抹惊喜 终于是抹除了那老家伙的灵魂印记了 在灵魂印记破碎的一瞬间 天北城的天时台上 盘膝而坐 紧闭双眼的沈云 猛地睁开了双眼 眼露争吟 小炎 老夫不杀你 事不为人 此刻的天时台上的人啊 已经大部分都走了 毕竟任谁都能看出 洪天孝和沈云此刻的暴怒 谁也料不准 这个老家伙在暴怒之下 他们会不会惨遭迟疑啊 在一旁的沈云护法的洪天孝见状 眉头一皱 沉声说道 你不赶紧疗伤 又吼什么 沈云咬牙切齿地回答 我这纳界内的灵魂封印 被那小杂中破了 文言 红天孝也是一愣 玄机脸色有些变化说 那小子 不过才斗黄的实力 怎么可能破得了你的灵魂印记啊 那傀儡虽强 但明显不具备灵魂力量啊 我也不知道啊 沈云面色阴沉地摇头 森然地说道 等我疗伤完毕 我们就一起动身 他体内有我留下的血雷印记 跑不了的 红天孝 争声说道 放心吧 他杀我红家这么多人 老夫也不会让他有什么好下场的 沈云 看了眼断了一指的手掌 脸旁的怨毒之意 浓郁得令人心寒 风雷北阁那边 我也已经传出了消息 想必不久就会强者过来 到时候 那个小子插翅难逃 光线柔和的山洞中 硝烟 微闭着双眼 在他面前 一枚银白色的纳戒 正在散发着微弱的光芒 片刻后 光芒缓缓的减弱 而硝烟也逐渐的睁开了双眼 在他睁开双眼间 一卷银色的卷轴 出现在他的手上 这银色卷轴 比寻常卷轴要宽大一分 通体呈璀璨的银色 但若是细细查看的话 就能发现 那上面密布着密密麻麻的 细小红色的纹路 就犹如血脉一般 蔓延卷轴的每一个部分 目光望着这卷卷轴 硝烟的心脏 似乎都在不知不觉间 加速地跳动 这卷轴 是他在沈云纳戒中 发现的唯一一件 有些古怪的东西 这是什么 在有些疑惑的喃喃一声后 由于这个东西有些古怪 硝烟并没有直接打开 而是伸手将帝妖魁召唤出来 将卷轴抛于后者 你把它撕开 帝妖魁接住了卷轴 没有丝毫迟疑 手掌缓缓地把卷轴摊开 卷轴刚刚打开 上面的银芒陡然暴胜 旋即一道怒雷声音爆炸而起 一道足有大腿般粗壮的雷电 爆射而出 狠狠地砸在地妖魁的胸膛之上 那强猛的力道啊 直接把后者如同炮弹一般的击飞了 最后重重地砸在了山洞山壁上 身后的巨石迅速蔓延上一道道裂缝 最后砰的一声爆裂开来 见到这一幕 硝烟冷笑了一声 果然有鬼啊 那一道攻击要是在他的身上挨上的话 毫无防御之下 绝对会重上 不过好在地妖魁 肉体强悍 能够轻松地将至阶下 智放出一道雷电后的银色卷轴 成攀开之状 缓缓地漂浮在半空中 上面隐隐有雷光闪烁 硝烟目光一瞟 手掌一招 那卷轴徐徐地对着他降落下来 而在卷轴降落间 硝烟体内的斗气也是迅速地涌动 琉璃连心火 也直接化为了一层火魔 将他的身体包裹而尽 面对着硝烟的全副武装 这次卷轴倒是未曾出现异样 安静地躺在硝烟的手中 雷光闪烁如银蛇般的四下游走 看上去颇为不凡 见到卷轴没有异变 硝烟也是松了一口气 目光看在卷轴之上 几个犹如雷光所汇聚的大字 刺眼地出现在他的视线里 三千雷幻身 风雷阁正阁之宝 据悉乃是由远古流传下来的斗技 地界高级 此法修成能凝雷幻身 雷幻身实力与本体相仿 本体不死 雷幻身不灭 此神效外人以四字形容 堪比天界 这短短的一行雷光字体啊 令得硝烟心头顿时掀起了滔天骇浪 与本体实力相仿的分身 而且还是一个本体不死就不会毁灭的分身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所谓的三千雷幻身也太恐怖一点吧 那堪比天界四字形容也毫不为过呀 硝烟眼神滚烫 目光迅速的后移 没想到这风雷阁居然还有这等宝贝 难怪这么强啊 只要修炼成功 一名斗尊就相当于直接变成了两名斗尊 与人战斗 以二打一 同级之中 谁还能胜过呀 在这雷光字体之后 有着一些略显暗淡的字体 显然应该是旁人所住 三千雷幻身固然可怕 但修炼却是异常困难 条件之一 就是先将三千雷动修炼至最高境界 那么多年之中 放眼整个风雷阁能够修炼成功者 也是寥寥无几 老夫钻研数十年已经所获不多 看来死生无望了 三千雷动 看到了这儿 消炼不由的清晰了一口冷气 他终于是明白了 为什么当看见自己身怀三千雷动之后 那沈云会如此动容了 原来啊 这个东西还跟风雷阁的正格之宝 有着联系呢 呵呵 倒还是多亏了这个老家伙了 不然的话 这等隐秘之事 我还不知道 如今这三千雷幻身落在我手里 我倒是要来瞧瞧 会是如何的难修之法 消炼黑黑的一笑 眼眸一闭 灵魂力量便直接侵入了那泛着雷光的银色卷轴之中 出现在消炼面前的 是一片雷变的世界 无数雷霆从虚无天际之上 犹如瀑布般的轰然落下 在带起轰隆隆的惊天巨响时 也是带起了一股浓郁的雷电之威 消炼的灵魂力量 刚刚出现在这片雷电世界当中 那众多的倾斜的雷电 犹如有所感应一般 呼啦一声 滑破长空 陡然间爆发出 令人耀眼的光芒 几乎遮掩了整个天际啊 面对着那些铺天盖地 暴射而来的雷电 消炼眉头微微一皱 他知道这些并非是真正的雷电 而是卷轴中所遗留的一些灵魂之力所化 散 消炼手指轻点虚空 一股雄浑的灵魂力量 犹如水波一般沿着手指点处 源源不断地暴涌而出 灵魂力量过度 那暴略而来的无数雷电 顿时土崩瓦解 化作漫天银色的光点 寻其栩栩地化作虚无 一指破去 卷轴之内所遗留的灵魂之力 消炎目光 这才缓缓地扫过这片空间 放眼处呢 尽是那刺眼的银色 在其下方是一个极为庞大的银色湖泊 湖泊之上雷电如银蛇般的四下游走 看上去就犹如一个雷池一般 这整个空间除了下方的雷池之外就别无他物了 至于那所谓的三千雷换身更是没有丝毫与其有关的信息 视线将这所空间寸寸都扫描而过 最后停留在下方的雷池上 消炎眉头猥琐 沉吟了片刻 再度对着雷池轻轻地一点 雄魂的灵魂力量迅速暴涌而下 最后横扫整个雷池 顿时啊上面灵绕的雷光顿时急速地消散 而随着上面雷光的消散 那湖泊也逐渐变得如镜面一般清澈了起来 好了朋友们 欲知后事如何敬请收听 斗魄苍雄第七百二十六回